今天的经文取自菲律比书四章四到十三节 请听我来读这段的经文 你们要靠做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要使大家看出你们谦和的心 主已经尽了 应当毫无忧虑 只要凡事借助祷告祈求 带着感恩的心 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这样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 最后,弟兄们 凡事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生意好的 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应当实行 那么,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我在主里大大地喜乐 因为你们现在又在想起我来 其实你们一向都在想念我 只是没有机会表示 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这样说 我已经学会了 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 都可以知足 我知道怎样处悲剑 也知道怎样处富裕 我已经得了秘诀 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 或是饱足 或是饥饿 或是不欲 或是缺乏 都可以知足 我靠做那 加给我能力的 凡事都能做 圣经就读到此 愿上帝赐福领受 并遵行他话语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代表新加坡神学院 向大家问安 谢谢贵教会 邀请我来到这里正道 2019冠状病毒 给全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自从今年三月尾 为了确保同学们 和同工们的安全 本院不但实施了 政府所规定的 所有的安全措施 更是在极短的时间内 将在实体课室内的教学 转成全线上教学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 使到老师 同工和同学们 在很短的时间内 必须做出许多的调整 瞬息间大幅度地 增加了老师和同工们的 这个工作量和压力 另一方面 我们仍然感恩 因为无论是老师 同学或同工们 都积极地面对这个挑战 无助地祷告 靠着主的恩典力量和智慧 彼此的鼓励 此外 本院也在今年的五月 因疫情的缘故而有史以来 举办了第一次的全线上毕业典礼 与此同时 我们也感谢支持新神的众教会 以及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这段期间给予我们的援助 以祷告拖住我们 鼓励我们继续地来前行 恳请各位教会的弟兄姐妹 继续来支持我们 为我们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在疫情下 和疫情后的新常态当中 继续忠心且有创意地 来为神训练神国的工人 在此特别恳请弟兄姐妹 在祷告当中 纪念因为这个边境管控 而受到影响的老师和同学们 他们包括未入境的新生 以及未能如往常一样 回家探亲的国际学生和老师们 那这些的新生 虽然是可以透过网络来学习 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方面 在学习是受到限制的 那这些在籍的神学生 和老师们 因为相隔许久的私亲 以及所产生的其他的问题 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挑战 求主怜悯 保守老师和同学们 和他们家人的身心灵健康 今天我们的讲题是 处在富足与缺乏的秘诀 2019冠状病毒除了给受感染的群众 和医疗服务领域 带来严峻的挑战之外 更是大幅度地影响了全球民众的生活 新加坡也难免包括了你和我 各行各业受到各种的冲击 有些行业如旅游业和航空业 更是首当其冲 受到了重创 世界银行估计在2020年 全球的经济将萎缩最少3.5% 而全球大约有9.1到9.4个百分点的人口 也就是说是8850万 至1亿1500万人 也因此面临极度贫穷的危机 这些人每天的收入乃是少过 每金1块9毛钱 到了2021年 预期的极度贫穷人数 可能高达1亿5000万人 为了帮助新加坡国民和企业渡过难关 政府首次动用了大笔的储备金 分阶段推出各种的援助配套 企业贷款资金 薪金辅助计划等等 还有租金和房产税减免等等的措施 即便如此 人力部在10月7日 发布的就业情况报告透露 今年8月的失业率为4.5% 比7月高0.4个百分点 居民失业率 也就是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失业率 在这一个的早报 联合早报10月31日报道 那么这个冠状疫情持续影响经济 本地今年第三季的裁员人数 预计会进一步的上升 一共有9100人遭裁队 比第二季的8130人多 也就是说 当这些援助措施结束的时候 经济将继续地萎缩 失业率将会持续地攀升 会有更多的企业相续倒闭 就如在新加坡有162年的历史 家喻户晓的罗敏申百货公司 就刚刚宣布清盘 并将在数周内结束营业 与此同时 第三季的就业人数 预计萎缩26,900人 但由于本地居民的就业人数回升 因此这个萎缩的幅度 会比第二季的10万3800人 来得减缓 这是因为随着政府大力 推动就业配对 所以今年第三季的 本地居民就业人数 几乎回升到 冠病疫情之前的水平 那我们迟早都会或多或少 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接下来的日子 全球经济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身为基督徒 我们当如何面对这严峻的挑战呢 因此接下来 我们要从保罗的生平当中 观察他处在富足与缺乏之时 仍然能够知足的秘诀 并且以他的教导 以及他和菲利比教会的榜样为基础 不但帮助我们去思考如何面对 严峻的经济挑战 也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在同受患难当中 仍旧能够发挥守望相助的情谊 向有需要的人见证神的恩典与慈爱 保罗在他传道的生涯当中 经历了饱足 饥饿 富足 与缺乏 的时候 当他在贴萨罗尼加和哥林多传道的时候 他是殷勤地工作 维持自己的生计 当他的同工希拉和提摩泰 来到哥林多的时候 他们从马其顿那里带来了 菲利比教会的馈赠 就是经济资源 以至于他能够卸下他置帐篷的工作 专心地来传道 虽然保罗不算是富足 但他在这两段期间也并非很缺乏 另一方面 保罗却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指出 他因传道的工作 不但受了许多外在的危险 比如沉船 遇见劫匪 被人陷害 被人殴打甚至监禁 他也承受了许多内心的压力 他时常为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挂心 他劳碌辛苦 多次不得睡觉 又饥又饿 多次缺粮 赤身挨冷 可见 可见在保罗的一生当中 曾有富足的时候 也有缺乏的时候 也许也有很多失眠的夜晚 他是如何面对这些重重的压力呢 我们可从保罗身上学习哪些功课呢 在全球经济受到重创的时候 我们也如保罗一样 面对重重的压力 甚至是经历失眠的情况 在新加坡 许多人在过去多年以来 都是丰衣足食 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甚至还有足够的资金出国旅行 随时购买我们想要的各种物品 但是现在无论我们是受雇人士 是自雇人士 是做生意的老板或小贩 我们都面对收入减少 裁员的压力 甚至完全失去收入 或生意亏损的情况 当许多国家为了防疫 而开始实施各种的行动管制时 经济活动几乎停顿 即使政府极力地维持 某一些重要的经济活动 如食品业 运输业 医疗业 能源业等等 也难免受到国际供应链中断的影响 由于惧怕物资短缺 以及被令居家不能随意购物 人们就开始抢购和囤积货品 不够粮食怎么办 不够厕职怎么办 当新加坡在阻断期间进一步缩紧时 下令停业非必要的食品业 甜点和饮料专卖店必须暂停营业 泡泡茶深受新加坡人的喜爱 没有泡泡茶喝 该怎么办呢 一些我们以往认为随手可得的东西 不再是理所当然的 新鲜烘焙的蛋糕 清爽又咬劲的珍珠奶茶 甚至是我们平日常见的豆瓣酱 都变成了稀货 我们许多的人的处境 不至于到挨饿的地步 但对于习惯在风衣足食下生活的人 这特殊的经历 带给我们哪些生活上的反思呢 这些反思如何帮助我们 预备面临接下来经济更严峻的挑战呢 在缺乏之时 这些的经历 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 生活上哪些的事物 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有哪一些的事物 才真正是必要的 除了这些的经济压力之外 许多人也面对 长久宅在家里的各种压力 过去孩子们 能够上学 或送到托儿所去 家里的老人家可以到托管中心去 但是在阻断期间 大家都必须宅在家里 停业在家 有人会担心收入的问题 在家办公 孩子又同时在家学习 大家共用那有限的狭窄空间 共用那有限的宽屏网络 一边需要工作 一边又有孩子不断地在打搅家长 如何兼顾工作 又兼顾照顾这个的年幼孩子 又来监督孩子在家的这个线上学习呢 可想而知 夫妻 父母子女之间的误会和冲突 会频频发生 小则争吵 大则成为家暴 在新加坡的阻断期间 家暴的个案 与同时期 去年同时期相比 高出了22% 我们能够如何面对 这重重的经济和心理压力呢 保罗的经历和教导 可如何帮助我们呢 接下来 我们要来看看保罗 是如何克服 他所面对的重重压力 保罗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这句经文我们非常熟悉 甚至会背诵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并未仔细地看 这句经文的上下文 保罗在11节到12节说 他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这样说的 他已经学会了 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 都可以知足 他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富足 他已经得了秘诀 原来保罗所说的 凡事都能做 是指无论在饱足或饥饿 富足或缺乏下 他都能够知足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秘诀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 我们如何把保罗的秘诀 实际应用在面对我们 现在的经济挑战呢 保罗所说的 知道怎样处富裕与卑贱 和如何具体落实 在我们的生活呢 在经济前景暗淡之际 我们可能会面临 甚至是已经受到减薪或失业的困境 大概十年前 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 在新加坡曾经有一位失业人士 向政府申请援助 提出他无法缴交账单 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官员发现这个人 在失业之前和失业之后的生活习惯 完全没有改变 他出行 照样使用自己的私家车 甚至他在家是天天开着冷气 一天开到晚 结果他就累积了 昂贵的电费和交通费 当饮料专卖店在阻断期间 缩紧措施之下 不能照常饮业时 停业前的一天 人们在泡泡茶的专卖店外 大排长龙 为了赶紧抓住最后一次 唱饮泡泡茶的机会 在售卖烘焙食材的商店当中 冷冻的泡泡茶珍珠 甚至是制作珍珠 泡泡炸珍珠的原料 如黑糖 木薯 电缝等等 突然间就一扫而空 为什么会出现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两种现象呢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而言 是因为人们习惯了某种的生活方式 潜意识地在缺乏的情况之下 仍然想要维持之前习惯的那种生活方式 难以放下 人们若不能够分辨哪些事物是必要的 哪些是可有可无的 只凭着自己的习惯和喜好的时候 就会出现刚才我们提到的那种情况了 即使我们知道有哪些事物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也可能因为长期习惯 拥有而不舍得放下 我们如何能够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 能够把他放下呢 是借着祷告 四章六节说 应当毫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带着感恩的心 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把所要的告诉神 是告诉他我们不想放下 所以需要他 让我们享有跟往常一样的生活方式呢 还是告诉神 我们正在挣扎着 放不下 我们需要他赐给我们力量来放下 或是告诉神 我们真的是面对维持生计的困难 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而忧虑难受 而要靠着他来供应我们糊口的需要呢 那保罗其实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所要的指些什么 但是上下文就给我们了一些的提示 应付忧虑的途径是祷告 而祷告 交托之后的结果 就是经历神所赐的平安 而这平安是超过了人 所能够了解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平安 所以消除了忧虑 我们可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 以至于能够在富足和缺乏的情况之下 都能够感到知足呢 四章六节提醒我们 祷告时带着感恩的心 就能够在无论是富裕或者是缺乏的时候 都能够知足了 就如一首诗歌的诗词这样子说 有时忧虑丧胆 似乎要绝望 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 必能叫你惊讶 历时乐欢呼 有时挂虑事事如同挑重担 若属主的恩典疑惑就飞去 必能叫你快乐历时赞美主 保罗在有经济支持的时候 他就专心地传道 但他在没有经济支持的时候 他就亲手工作来维持生计 一方面在生活方式上 保罗能够灵活变通 另一方面在心理上 他是以祷告交托来舒缓忧虑 以感恩来促进知足 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彼此的勉励 一方面我们是否愿意调整 改变甚至是放弃某一些的生活方式 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 我们需要开始设想 若需要减少开支 我们可从何着手呢 此外我们也必须做好准备 因为我们原有的工作领域 可能前景已不再乐观 甚至是无法再重操就业了 若是如此 我们是否愿意靠着主 勇敢地学习一些新技能 以至于能够转行维持生计呢 另一方面 在压力和忧虑下 让我们借着祷告和感恩交托神 亲身地来经历神的平安和供应 值得我们留意的是 菲利比的弟兄姐妹们 不是在有余的情况下 才供给给保罗的 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保罗说 菲利比的圣徒虽然是遭遇极大的患难 受到煎熬却充满了喜乐 在极度贫穷的情况下 仍然十分慷慨乐捐 他们是甘心乐意 尽其所能地捐助 甚至超过了自己的能力 因此保罗说 他们一同分担了他的患难 当保罗离开马其顿 来到贴萨罗尼加时 菲利比的圣徒仍然把他所需要的送来 这充分地表露出 他们与保罗同受患难的情谊 刚才我们提到 2019冠状病毒所带来的经济危机 在新加坡已有不少人失业 不少人面对经济的困难 还有还好 我们政府的援助配道和职业配对的连线 帮助了好些人 也有技能创前程和中途转行计划 帮助国人学习新技能 预备转行进入新兴行业中 这是我们需要向神感恩的 不可当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之所以会这样子说 不是因为要为自己的国家说好话 而是要指出 在我们周遭的地区 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民 已经是陷入难以糊口的困境 他们没有我们这一些的援助计划的支持 对他们而言 问题不再是没有厕所纸怎么办 没有泡泡茶和蛋糕怎么办 而是没有米饭 下一餐怎么办 我的母会在本区域所支持的一些的宣教事工 就目睹了成千户的家庭面对糊口的问题 虽然单凭我们微薄的力量 帮助不了全世界所有需要的人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像雅各书所说的 如果有弟兄或姐妹缺乏这个的缺衣少时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地去吧 愿你穿得暖 吃得薄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 那有什么益处呢 约翰一书三章也这样子说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弟兄穷乏 却硬着心肠不离 他怎能说心里有神的爱呢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 因此 菲律比教会弟兄姐妹们 在贫乏之中的慷慨 应该激励我们这些还不至于 缺乏到下一餐没饭吃的人 更刻意地帮助那些 下一餐没有米饭怎么办的弱势群体 已有好一些的基督徒慈善机构和宣教机构 在这些国家当中 着手帮助他们应急安排分配粮食 这些机构也在计划帮助他们学习新的技能 如耕地养植 以便能够较长远地自力更生 但是这些的粮食 田地 技术的训练等等 都仍然是需要资金的 菲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在贫乏中的捐献 会不会心里会感到有压力呢 肯定有的 所以保罗劝勉他们 借着祷告把所需要的告诉神 神也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荣耀地丰富 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也提到 人们要按自己的能力 甘心乐意地去做 一蒙上帝悦纳 神不会强求人做无法做到的事 这不是说别人脱离困境 要你们陷入困境 乃是要均贫 现在你们这些富足的人 可以帮补那一些有需要的人 以便你们在有需要的时候 那一些富足的人也能够帮补你们 这样才均贫 正如经上所说的 多时的没有剩余 少时的也没有缺乏 在新加坡神学院 有好一些的国际学生 在今年五月毕业后 因疫情而没有航班 返回家乡 结果就滞留在新加坡 生活费又没有办法支付 当时就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来支付伙食和住宿费 七月份开学的新生 多数的学生签证都被拒绝 不能够进入新加坡 而那一些少数被批准 能够进来的 也来自不富裕的国家 目前飞机票非常昂贵 入住在指定隔离设施的费用 他们也很难支付 因此若神感动你 请你慷慨解能 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国际学生 各位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彼此勉励 主动地去寻找 可依赖的基督徒机构 尽我们微薄之力 积少成多 多多少少去帮助这些 比我们更有需要的人 流露出同受患难的情谊 在结束之前 让我们回顾今天的经文 所带给我们的教导 第一 过去我们习惯处于富足 现在当我们面对缺乏的时候 让我们学习重新思考 生活上有哪些的事物 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有哪些的事物 才是真正必要的 这会帮助我们 懂得在哪些方面 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第二 在面对经济挑战和心理压力时 让我们学习以祷告和感恩 来处理我们的忧虑 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 在生活方式 工作模式和学习新技能方面 做出相应的改变 从中经历神的平安和供应 以至于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知足 第三 与此同时 也尽我们绵薄之力 即便在不富足的情况之下 也帮助那些 比我们更加需要的群体 显露出与他们 同受患难的情谊 让我们一起地来祷告 在我们安静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请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思考 在冠病疫情笼罩之下 自己生活中需要做出怎样的调整 可以如何帮助 比自己更有需要的人 此时 若疫情的冲击带给你某些的忧虑 也在神的面前交托祷告 经历神 所赐给你的平安和力量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刚才在你面前的祷告 求你垂听应语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